今天在这回复大家一下,你看到交易量了吗? 现在一天的交易量是我们上线20天以后的大概10天的交易量。 大家记住这是第一个,所以说你看大家懂不懂金融。 今天就是,咱就说50万的话,就是1500万的现金。 厂下交易是多少,知道吗大家? 最起码是这里的10倍。 就在昨天一个世界级的人物,现在也是参与到俄乌谈判人当中, 他说Miles我现在可以让你帮我介绍介绍这个习联储的人认识一下, 我现在所有钱都封了,我连吃冰棍的钱都没了,原话就是。 我连吃冰棍的钱都没了,但是我现在能不能给你们借上100万币让我用, 然后我的资产把我的50%划给你们,按照现在的价格10倍未来你们来兑现。 当然我说习联储人也不会答应,他不做这个买卖,你买就买,卖就是卖。 那么另外一个我可以告诉一个,亚洲大佬,昨天晚上钻飞到伦敦, 今天早上去了洗联储,刚刚离开去看洗联储去看现场,他傻眼了, 他真的傻眼了,他是拥有比特币的重要者之一,他一直在关注着我们, 他说你们这个交易量的改变和场外交易的改变和现在整个这个HP的设计, 他认为这真的是数字货币的希望,毫不夸张的说他要这么说他比义上马斯克还要怀疑。 我们要的是什么?今天你看到的交易量,还有一个在现在HP, 所以说七哥就这两天没直播,这天下就变化那么大。